歡迎加入1800新聞1點0的新聞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心儀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加入我們的直播留言區 在線上可以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一起聊天聊新聞 今天新聞首先呢 先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賽者賽哥想要出海放飛 結果沒想到貨輪的船艙起火爆炸 這事情呢發生在高雄港的外海 起火的機艙整個現在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都被大火給籠罩 而且船上一度有12個人受困 船長甚至一度喊出棄船 其中有3名的船員燒傷送贏 貨輪機艙爆炸期貨 紅光持續燃燒 伴隨濃黑煙飄出 總共12位船員等待救援 有船員被火燙傷 空禽直升機出動搶先吊掛 怕衣服黏肉上身打赤膊 緊接著另一名一年級的船員 吊掛上來時 他右手臂已經拖了一大層皮 兩名受傷的船員坐上救護車 手臂有一到二度的灼傷 到院前已經先做了初步爆炸 一到二度的燒燙傷 目前兩位生命真相都是穩定的 海巡出動巡防艇 在負載車大浪之下 逐一將船員接駁 另一邊也同時進行海上打火作業 這艘台灣級輝風輪 在賽哥出航 放飛後上午八點左右 高雄港一港口難題發生火警 船員集中甲板球員 九點多吊掛先救出了兩名受傷船員 接著船艙再度復燃 人員安全撤離貨輪燜燒超過六個小時 什麼原因起火還要釐清 而這艘貨輪留有四十五噸的柴油 是否會有漏油的危機 相關單位也上警發條做後續的監控 TVBS新聞 埃昭賢高雄報導 好的 我們來看到這根本就宛如電影情節 刑事局警方接獲情資獲報 他們說有一個可疑的包裹 從美國空運來台灣 隨即他們就搜證埋伏 而且從收件人的轉點運送 最後到交給上游 才一舉收網逮捕 發現這個包裹裡面藏有16公斤的大麻花 而且市價超過了5000萬元 嫌犯還設了三層的斷點 就像香港電影裡面門徒的劇情 甚至他們還找了兩名的癌磨病患 當共犯 領包裹 一路跟著黑色保時捷轎車 警方算準時機上前尾部 雙倍結拜聯盟黑幫成員 34歲江西男子被壓制 原來他是大麻包裹的運毒手 與同伙設置層層斷點 以為計劃滴水不漏 因為收包裹到運送都相當順利 殊不知檢警早就掌握行蹤 小心打開紙箱 這是從美國寄來的 桶裝真空包裝 四大桶竟然裝滿了16公斤的大麻花 一桶桶紙箱用塑膠袋 裝滿了一球又一球的 第二級毒品大麻花 出股市價至少五千萬元 我們查獲的這一個國際運毒集團 他除了所謂的提供人頭的收件者 收件電話以外的話 他總共是有分三層 除了第一層的不知情的人共犯 領取包裹 經過我們埋伏收證 掌握了這個地點 再交給第三層的幕後祖先 這份空運包裝來自美國舊金山 上方的明目寫著 耶誕傑裝飾品 但財政部官務署人員發覺 裝飾品應該不會這麼重 懷疑有問題 隨其通報警方追蹤 檢警這回掌握包裹寄送地址 來到新北市領口埋伏 但原警沒有馬上抓收件者 而是一路尾隨 看著周信嫌犯取貨之後 送到指定地點 再由江信上游轉送到新店 一直等到第三名共犯現身 幫孕毒手把包裹藏進明宅時才抓人 幕後主席人是他 49歲的靈性男子 以為負責指揮監督 警察抓不到 沒想到警方放長線釣大魚 一連抓到孕毒集團上下游 不讓大馬流入市面 TVBN新聞綜合報導 好 我們先幫大家插播 像剛剛觀眾朋友Paka有問說 為什麼後面的背景在下雨 因為其實我這個後面的背景是在台南 目前是下雨的狀態 所以大家在台南這裡 如果下班通勤的話 一定要多加留意 因為雨勢還不小 好 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死亡車禍發生在台中 在今天早上7點多呢 好 這個待會兒我們再看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有一名生大二的張同學 他原本咒讀新北市某間科大 他先前要申請宿舍的時候 結果發現自己居然是備娶 他就擔心說他暑假在北部打工 會沒有地方住 質疑學校為什麼沒有保障 弱勢族群 而且還有其他人抱怨 這個抽送社抽籤的過程有黑箱 甚至到教育部抗議 而現在校方也出面回應了 弱勢群體沒有優先保障名額 中低收低收清寒 或者是曾經申請過吉安救助的同學 其實都還蠻需要這個住宿名額的 張同學準備大一升大二 前陣子申請抽籤下學期宿舍 結果是備娶生 他相當擔心 暑假得留在北部打工 可能會沒地方住 甚至外面租房開銷變更大 看到宿舍公告 達人幹部可以免衝籤 抵免住宿費 燃起希望後又被交習 了解到住學校宿舍六人房 一學期住宿費一萬對 每月只要兩千五 教育部另外再給補助費五千 只是在外租一間五坪大小的套房 少說也要六千二 換算下來四個月兩萬四千八 學生暑假想要住宿提出申請 登記即可 不過抽籤過程 同學們在抵抗上也控訴 是黑箱到教育部投訴 怎麼會有同情是只有一個人 有下學期的名額 還有的是全部人都沒有中籤 感覺像被排擠 若是族群也沒有優先資格 我們在用電腦抽籤的方式 對我們沒有分遠近的問題 校方回應12號晚間等到射監來時 會立刻宣布登記抽籤的同學都能入住 當初會設置這個機制 又是資源不要浪費 希望能安撫學生的情緒 好好準備下週的期末考 鐵北線王欣彤是傳新北採訪報導 4月3號的大地震重創了花蓮觀光 很多人都關心說 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再看到 花蓮這一些觀光景點的美景呢 我們來看到到現在已經三個月了 目前泰管處是分三個階段來進行搶修 針對災害比較輕微的區域 包括了像是太魯閣遊客中心 部落灣這一些地方呢 發包施工 預計在今年年底陸陸續續會開放 但是像是災情比較嚴重的 像是沙卡邦步道這一些景點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修復 遊客恐怕得要等到明年才能就地重遊 0403花蓮強震造成太魯閣國家公園災情相當慘重 至今已經過了兩個月 九區洞部分路段仍然還有碎石 而太魯閣也還是沒有遊客 就像空城一樣 附近店家甚至都拉下鐵門沒有營業 幾乎餐廳都沒有人開啊 我們這個端午連假 這個地方跟鬼城一樣 連人都沒有 太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表示 經過看災調查 將針對受損情況分三個階段 進行復健工程和開放 第一個階段針對受損比較輕微的 已經進行搶修 在河環山園區南端 基本上沒有災害已經開放 至於中橫沿線的輕微災區 包含太魯閣遊客中心 部落灣 長春池 天翔 目前已經發包 預計今年底會陸續開放 第二階段 則是預計在明年提升安全防護的措施 經過評估後 會再進一步開放其他區域 第三階段針對災害比較嚴重的區域 包括沙卡當步道 綠水文山步道 追陸古道等 則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進行復健工作 第一個階段就是 預計的清費是大概2.6億左右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已經很多的災害搶救工程已經發包了 然後規劃設計的部分也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不過現階段最困難的是施工的人力吃緊 幸好中央相關單位有調派人力支援 希望可以讓泰盧哥修復競速完成 也讓遊客願意來到花蓮 TV的新聞高智隆 陳家童 花蓮採訪報導 我們剛剛看到的發生在台中的死亡車禍 是在今天早上7點多 有一名73歲的阿公 他載著11歲的孫女要去上學 結果沒想到半路不小心擦撞連結車 直接車子倒地 阿公當場傷重不治 而孫女是全身手腳多處的擦錯傷 死者的兒子來處理後事的時候 他說其實祖孫倆感情非常的好 這阿公常常載著孫女上課 從小學一年級再到小學五年級 沒想到會發生憾事 阿公在孫女上學的祖孫日常 卻從此天枕永隔 家屬到殯儀館處理後事 阿公的老伴還有兒子都到了 一切都來得太突然 孫女車禍受傷 人也還在醫院 一家人三代同堂 爸爸要上班 無法載小孩上課 阿公很貼心 每天都載孫女上學 從小一載到小五 祖孫感情好 卻被意外分離 七十三歲阿公騎車載著十一歲 孫女才剛騎過公車旁邊 卻和左邊一輛雙連結車 發生擦撞 祖孫倆連整帶車倒地 阿公被捲進雙連結車底 當場死亡 車禍現場還遺留孫女的粉紅色書包 和安全帽 阿公的拖鞋也掉在地上 幸好小朋友只有手腳多處擦錯傷 但卻目睹了阿公被捲進車底 事發在台中壇子中山路二段 橋中國小校門前 時間是十二號 早上七點多 是上班上課時間 死者是七十三歲的報姓男子 他正要在十一歲孫女 到頭家國小上學 結果半路和雙連結車擦撞 一開始警方勘查現場 以為是公車先撞到祖孫倆 才捲進連結車 但公車業者調閱行車記錄器 曾經當時公車已經停靠路邊 到展下課 這時候祖孫已經超過公車 公車下課完之後 起步沒有多久 祖孫倆就發生碰撞 公車雖然沒有碰撞到機車 不過警方補充連結車和公車 兩名駕駛還是要醫過失 致死罪移送 交由遞檢判斷 是否有因果關係 只是阿公每天在孫 一場車禍無法再疼愛孫女 Tim Sheen將軍羅西SNG小組 台中報導 是否紅虎軍校見校百年 陸軍官校將要舉辦校慶來慶祝 不過校友出身的桃園市議員余北成 則是因為疑似傳出 因為政治立場的關係 跟校友不一樣 所以遭到校友封殺 而之前呢 他也有多次的發言登上了版面 對此新黨在今天開出了第一槍 要策動罷免余北成 而本人也回應了 他說要罷免就來 沒有在怕 正面對決罷免聲浪 推移少將桃園市議員余北成 嗆瞎的就是這些人 新黨率先開出罷免第一槍 稱要來替黃埔百年洗門風 不滿余北成為政治利益 詆毀黃埔 點名余北成正義發言 像是解放軍攻台 每Google地圖會迷路 被網紅實測打臉 為獲黃埔孝勁邀請函 又開戰網友 IP護航王一川手機監控遺雲 甚至軍人出身的他卻說 三發天空飛彈攔截率 百分之兩百一十 都被游志斌等人炮轟 講話毫無專業度 要張善政給個說法 質疑游志斌違反行政中立 但本人回籍擔任無幾職顧問 罷免具有正當性 但罷免余北成要通過坦何容易 2022他九合一 以一萬多票當選 桃園第一選區人口 將持三十五萬多人 要通過罷免要達到 該選區的人口百分之二十五 也就是說 票數要超過八點九萬票 如果是國台辦 只是 只是要讓余北成 接受國台辦的懲處 要拭目以待 那我想國台辦的命令 已經發布了 牛志斌是不是國台辦下的命令 凡指會有罷免聲浪 一切都是阿公背後操縱 TVBS新聞 花生生李總哲台北採訪報導 好 先前立法院提出的國會改革法案 而現在行政院已經要覆議了 民進黨也規劃要將在全國舉辦下鄉宣傳活動 國民黨也同時也策劃要在22個縣市舉辦白場的說明會 藍綠十五號呢 有可能就會在台南這裡強碰 對此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他就說了 不是要跟朝野對抗 而是要回憶民意 要求全黨上下總動員 23縣市黨部主委一字排開 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宣布 要為國會改革副議案宣講說帖 第一站選在藍營大黨邊復昆旗本命區花蓮起跑 十五號下午將在總統本命區 台南就這麼吵 國民黨也拼場雙方距離緊隔1.7公里 較勁以為農 執政黨並不是要去做朝野的一個對抗 民進黨為了要回應社會上的一個期待跟要求 所以全黨上下動員起來 我想主席沒有特別的一個指示 強調不是主席指示 全黨上下黨公職都會參與 十六號更要遍地開花 北中南都會有說明會 不過怎麼能讓民進黨專美於前 在各地所舉辦的國會改革說明會 我們預計舉辦上百場 在各地至少各縣市至少辦一場 要下鄉對決青鳥希望能傳播正確訊息 民眾黨則擬定在週末以廟口擂台為概念 鎖定新北高雄辦活動 有別於藍綠以民眾提問開放現場踢管 甚至拋出電視辯論主張 那也要看覆議案什麼時候投票 我們才能夠規劃那些活動 但現在確實朝野間諜對諜 立法院程序委員會 將覆議案增列週五報告事項 立法院長韓國瑜也發出十三號朝野協商 在二十六號議決前 這三天有可能進入表決大戰 國會改革法修法延長賽 藍綠總召緊盯各個細節 TVV新聞東軍連宣台北暢報道 好我們要先謝謝觀眾朋友 心儀臭娃後援會抖內給我們150元 他說感謝小編的娃娃新聞 瞎眼心儀baby超可愛 他還說心儀後援會跟娃娃同溫層擴大當中 當然也是在講現在觀眾朋友 很多都會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留言互動 我們謝謝會長也歡迎各位大家 可以在留言區踴躍跟我們一起討論新聞一起聊天 另外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台中有一名女大生日前要搭公車上學的時候 沒想到她卻遭到陌生的婦人 直接呼她巴掌還有扯她頭髮 幸好當時有熱心的民眾把她擋下來 等警方到場喔 不過這婦人在公車上 早已出現了失控的行為 現在這一名女大生也打算要提高 穿著藍色淋衣裙的婦人朝鎮要上車的金髮女同學攻擊 狂巴了好幾下甚至拉扯頭髮 女同學嚇得不斷尖叫 車上其他乘客見狀馬上下車要幫忙 其中一名國小生上前阻擋 推倒婦人避免她繼續上前 事情就發生在台中霧峰區中心內行街口 十一號早上七點多一名女大生要搭公車上學 卻無故遭到情緒失控的陌生婦人攻擊 被扒了好幾下 幸好當時有其他乘客幫忙 婦人才沒有繼續上前 當時女大生說其實在她上車之前 這名婦人就出現了失控的舉動 不只大生叫罵甚至有拿雨傘攻擊其他學生 女大生說這名婦人依次都是鎖定年輕人攻擊 她已經不是第一位受害者 所以決定要提告希望其他人不要再受害 警方表示當時到場已經有多名熱心民眾 幫忙控制婦人的行動 事後也將依傷害罪含送法辦 並且會在當事婦人的住處附近加強巡邏 避免類似的狀況再發生 好我們持續來追蹤 我們也獨家訪問到這一名馮甲的女大生 她也回想起當時很多的乘客非常熱心的幫助她 才能讓她免於繼續被毆打喔 那麼甚至事後她也提供了事發的影片 讓她可以當成政務 對這一名婦人來提告 六十三歲的李姓富人攻擊完 逢甲女大生 遠景到場她坐在路邊階梯還不想配合 隨機亂打人被整車的乘客合力抵制 被毆打的逢甲女大生 相當感謝當時出手相助的其他乘客們 真的很暖心就是很感謝他們就是這麼勇敢 因為我當下真的是嚇壞 我真的不知道如果沒有他們 或者是因為他們後續還有就是 都有傳那個影片給我 所以我才能夠有物證去提告 趙世堅續第一位建議勇為的是 這一位後背包阿姨 她出手抓住婦人的手 護著女大生 接著三名國中小學生 其中眼鏡弟弟一手就把婦人給推倒 阻止她再傷人 小學生保護大學生 再來還有一名長髮男架住婦人 還有她的雨傘 而剛剛幫忙的學生裡面 還有一名馬尾妹妹也留在現場 抓住婦人的包包背帶等待警察到場 真的嚇到我沒有要報警 所以我還刷了卡想要上車 然後就是那位長髮男同學 就一直跟我說 你要不要報警 你要不要報警 公車站距離女大生家裡十分鐘 只是搭個公車莫名其妙被打 但也意外得到眾人協助 從老到少大家都出手幫忙阻止 當時女大生搭乘的這一號 200號公車沿途會經過國小國中 甚至是高中 所以車上有許多的學生 而這些學生當時募集了危急狀況 趕快就下車幫忙 事發地點附近至少有四間國高中小學 又剛好發生在上學時間 這班公車載了不少學生 發生隨機打人 女大生也擔憂會再發生類似事件 不過當時應用出手相助的人 女大生也有話想對他們說 那個弟弟可能是台中國小的 就是在這邊 非常的感謝你 就是我回去重看影片的時候 你真的是太勇了 然後還有想法的那個男同學 第一篇新聞陳後藝 許敵凡的廖凡一路 以新的三區小組台中報導 好 那我們來看到的是 台北市有一名駕駛 他開車經過北投區的時候 在大馬路上突然被人攔下來 而且對方拿棍棒就是一陣猛渣喔 他當下也非常害怕 結果這名砸車男犯案之後 馬上就直接離開了現場 這被砸車的人越想越氣 也開車追了上去 雙方直接在馬路上上演 碰碰車的追逐賽 拿著好長一支棒球棍 往白色轎車的車尾砸下去 黑男子隨機跳上 黑色轎車駕車逃逸 但仔細看 這黑色轎車的副駕駛座上 似乎還有一個圓 秒速關上車門之後跟著落跑 被亂砸攻擊的白車駕駛 沒有下車 但恐怕也是相當不滿 用右前車頭碰撞對方之後 緊追在後 雙方在大馬路上上演碰碰車 大亂鬥 你退我己撞來撞去 甚至在路口中央打狠車身 長長的煞車聲在路上大繞S型 差一點撞上了分隔道 後方車輛根本不敢靠近 18地點就在台北西的城的路上 這裡是士林通往北投的主要道路 平時車流量非常大 可以看到就連上班時間 車流量也是非常多 而當時兩輛車 就在大馬路中央發生衝突 激烈的行車糾紛 就發生在8號晚間10點多 這裡靠近兒童新樂園 科學教育館 台灣戲曲中心 距離捷運 枝山站也不遠 開白色轎車的35歲 裝繫男子 向警方指控 遭不明人士持球棒攻擊 遠景巡線逮到了26歲 缺姓嫌犯 沒想到他卻反控 使對方變換車道太靠近 差一點發生碰撞 他常按喇叭想提醒對方注意 結果白色轎車沒有停下來 他追上前想要討個說法 最後忍不住氣砸車寫分 新車糾紛別衝動 蛇行亂闖還砸車 雖然爭了一口氣 但這下得面臨刑事責任 飛車追逐更讓周遭的用路人 身陷危機 TVB的新聞太平總統報導 好 曾幾天有中國大陸籍的男子 開著快艇直接衝進淡水河 魚人碼頭 而現在這一名大陸籍男子身份 也被起底了 他的全名叫做軟方勇 但是在對岸的網站上 其實他的資料相對來說還蠻少的 國安局長蔡明燕也證實 國安會在第一時間 也有召開跨部會協調會議 而這一名軟性男子呢 他在淡水河撞到交通船 第一時間業者報案海巡的錄音檔 TVBS也獨家曝光了 中國大陸籍男子開著船艇 衝進淡水河 最後撞到業者的交通船 報案的錄音過程獨家曝光 喂 您好 那個我們是那個 生化業者獨家曝光這邊的 那個從那個 有從大陸過來的 開的小燈過來 他附近過來的 他通過來了 他送到我們的船 我們這個報案處理 警察是說叫你們海巡過來是不是 請問您南北是哪裡 生化業者獨船從這邊 他在淡水河這邊 淡水河 由於巴黎守望是要只有監控 未向上通報 警察在場盯著 海巡監控過程中 接到報案 用最快速度16分鐘抵達現場 而目擊者也對於這名大陸男子 印象深刻 據了解這名大陸籍男子 全名是阮豐勇 海巡說他是退役中共海軍艇長 不過搜尋大陸網站相關資料很少 但確實有一名同名男子 外貌也很神似 不過身份頭銜是房地產開發公司的董事長 而在微博上 有個長得很像的同名同性者 微博內容完全空白 也沒有任何共軍背景紀錄 證明阮豐勇的洞心目地為何還在相查 我國的官路動也得不及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国台办 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 他们也首度针对黄仁勋提到的 台湾是重要的国家 这一个说法来进行回应 他们说这是极其错误的 同时他们也声称 之前到南京餐展被拘留的台湾摄影师 是因为触犯了运输淫秽物品 而陆委会也提醒国人 前往陆港澳地区还是存在风险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5月底在台时表示 台湾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过了半个月 中国大陆官方首度回应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和国际关系的基本产食 希望它好好补补课 另外最近还首次发生 台湾旅行团附录 个别团员被留置 以及网友自成 去南京书展摆摊 却被公安带走征讯 甚至被要求全身脱光检查 才被释放 经公安部门鉴定 这位民众所携带的产品中 有58件是淫秽物品 以构成运输淫秽物品 大陆国台办指出 5月31号 这位台湾民众在南京参加艺术活动 被发现疑似展示淫秽图片 可要当事人不了解大陆法规 才决定不予行政处罚 深圳不从事违法活动 到中国大陆就不必有顾虑 另外 中国大陆国安部 再度拍片声明 7月上路的国安法 并不会对所有入境中国的旅客 都查手机 必须是跟反间谍有关 但是台湾陆委会仍示警 国人前往港澳地区风险升高 以及盛思附录之必要性 TV新闻综合报道 新北市有一间学校 招球类运动的男老师 被女学生指控涉嫌骚扰 当初这个案件会曝光 主要就是学生在聊天的时候 刚好有老师听到 当然赶快就通知校方来进行介入 案发之后 这个老师被调离职务 而且其实也常常请假 也没有再接触这名女学生 后续学校也会持续地辅导 关怀这名学生 新北市有学校教球类运动的男老师 被女学生指控涉嫌骚扰 不仅会无缘无故乱碰衣服 甚至还会触摸身体 想到自己的孩子孙子读的学校竟然有这样的老师 家长也都好压抑 案件之所以会曝光是学生在闲聊时 有老师路过听到 学校得知后也立即向上通报 教育局展开调查 先把老师调离现职 避免让他继续接触学生 而被指控的老师事后也一直请假 没来学校 针对被骚扰的学生 校方强调会持续关怀 提供相关辅导 照顾学生的身心健康 身为老师却牵扯骚扰学生 到底有还是没有 近代调查 TBA新闻师协员陈佳彤 新北采访报道 好国际消息 我们来关心的是 南韩在今天早上 罕见的出现了地牛翻身 测得的规模达到4.8 最大震度是5级 而现在有很多地震瞬间的画面也曝光了 像是很多路上的监视器 疯狂的摇晃 很多超市架上的物品 也担心会砸落 由于接下来南韩这里非常担心 有余震 所以南韩发布的地震预警 依旧是维持在第二严重的等级 摇晃摇晃再摇晃 道路监视器镜头不断摆动 超市货架商品也震了一下 南韩罕见地牛翻身 老人家刚好住在镇阳附近 一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 南韩西南部全罗北道发生这起地震 规模达到4.8 一度还以为是汽车冲撞大楼 附近侧的最大阵度5级 从南部的釜山到北边的首尔 全国三百多个地区都感受到摇晃 이곳은 이번에 발생한 지진의 진앙지인데요 지금 제 뒤로 보이시는 것처럼 지진으로 벽이 무너진 모습을 보실 수 있습니다 石墙被震道崩落 防污也出现 裂缝甚至有晚盘散落满地 地震当下全罗北道学校 紧急疏散学生 部分校园宣布停课 지진 발생6分 뒤에 규모1.3의 첫 여진이 발생했고 오후1시20분 기준으로 규모1한 파괴 여진이 14차례 관측됐습니다 규양 이동 단층은 단층면에 따라 수평으로 이동하는 단층입니다 这是南韓2016年以来最大地震 专家警告 接下来几天还有余震 南韓政府发布第三级警戒 预警同时启动 一级紧急应对措施 TVBS新闻总导 好的确很多观众朋友都说 很少听到南韓出现 比较大的地震 的确所以现在其实韓国这里 他们算是绷紧神经 就是怕还有比较大的余震 好 另外我们来关心的是 乌俄和平峰会召开的前夕 但是俄罗斯却是动作频频 我们来看到他们把能搭载 及音速飞弹的四艘俄国军舰 开往古巴 而且在大西洋来举行 炮袭演练 这里其实距离美国非常的近 只有大约145公里 这也表示他们对美国 夏马威的意味非常明显 恐怕也只有俄罗斯敢把军舰 开到美国家门口药物扬威 俄罗斯军舰远征古巴附近海域 还刻意释出开炮画面 让美国人绷紧神经 俄军派出的是最先进的巡防舰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 以及核动力攻击潜舰 克山号等四艘船舰 尽管没有搭载核武 但是距离美国本土 只有145公里 只是俄罗斯怎会放过 搬出核武的机会 周二跟附庸国白俄罗斯 二度举行战术核无演练 选在乌俄和平峰会 召开前夕俄国 就算没有受邀 也要用威吓的方式精神参加 和平峰会召开前夕 和平峰会召开前夕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赴德国国会演说 争取更多防空武器的援助 不过近来欧洲议会的选举结果 反对援助乌克兰的极右派势力抬头 泽伦斯基眼前的难题 还有欧洲人的援污卷带 以前撞不到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亚特兰大治安亮起了红灯 短短的一天内发生了 两起致命的枪击案 第一起我们先来看到 先是在美食广场 有人持枪开枪 而在两个小时之后呢 又有枪手挟持17人的公车 而且在高速公路上疯狂的狂飙 就像是电影捍卫战警 真实版的上演 好莱坞电影捍卫战警中 经典公车追逐场景 在美国亚特兰大真实上演 当地时间11号下午 亚特兰大警方货报有歹徒挟持公车 之后就有空拍画面直击市区 上演公车版玩命关头 这辆公车不止在高速公路 危险蛇行 还差点撞上其他车辆 当时公车上可是再有17人 警方最后整整追了三个辖区 才成功拦截 不过车上还是有一名男子 中枪身亡 而就在挟持案发生的前两小时 亚特兰大才经传一起美食广场枪击案 当时一名34岁男子与人争执后 失控开枪下的民众惊慌乱窜 枪手总共打伤三人 幸好当时有下班警察路过 才没有酿成更大悲剧 根据报道枪手 其实是刚刚被定罪的重罪犯开枪动机 有待厘清 只是短短一天两起重大社会事件 还是让亚特兰大居民惶惶不安 铁新闻 综合报道 美国波音公司的737 还有777系列飞机近期 非常频繁的发生了飞行安全相关的问题 美国的财经媒体就报道说 发现波音公司他们长期要求 供应商缩减生产成本 这也导致生产的飞机品质有一点堪率 也引发一系列飞行安全相关的事故 而现在波音也宣布要收购供应商 来进行相关的整合 就是希望可以降低飞安的疑虑 波音737 MAX出包事故一件又一件 今年1月737 MAX9的科技舱门脱落事件 更是取上加霜 光是今年以来波音股价就打跌了三成 波音除了三月份高层大换鞋跟准备 从供应链着手 正在掐案谈收购前子公司 世必瑞航空系统公司 如果顺利完成 这将是波音1997年 与麦克唐纳到格拉斯合并以来 最大比的交易 当年麦到高层陆续进驻 也让百年老店波音 改变了以往工程研发优先的企业文化 财务利润至上大量采用外包的方式 也导致波音在2005年 把当时在堪萨斯州 为其托的制造部门 以1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成立了世必瑞航空系统公司 波音声称 目前可以在9天之内建造一架737 但大部分的组件像是机身 是早已预先制好 这些机身从堪萨斯运送过来 波音只是进行快速的组装 而不是从头到尾 在一个地方打造一架飞机 这样的做法可以压低 供应商的价格减少制造投入的成本 波音宣布了Wichita 作为靓航空系统公司 为更加利益性 这将会在靓航空系统公司 建设到靓航空系统公司 为最低的价格的价格 但明显然这些价格的价格 是B-ray航空系统也展开大整顿 去年秋天找来参与波音777计划的夏农 担任新任的执行长 可以与波音展开更好的沟通 今年第一季的财报当中也表示 在实施新检查协议之后 机舱制造质量就改善了15% 分析师也认为 波音收购市V-ray是正确的做法 不但能控制飞机的质量 预计产量也能有所提升 但由于士碧瑞也协助波音的 竞争对手空中巴士 制造包括机翼在内部分重要零件 收购之后相关业务的切分 将是一大难题 而且未来就算士碧瑞再度回归波音 要达到航空业者所期待的产量 仍需要一段时间 波音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 才有望提高生产率 并且恢复盈利 TBA新闻 综合报导 好 大家应该还知道说 这个迪士尼在过去 其实有深陷一些种族歧视相关的争议 不过现在呢 美国佛州的迪士尼乐园 他们在月底有一项新的游乐设施 要开幕了 这是以迪士尼电影《公主与青蛙》 为主题设计的 而且将用《黑人公主》 这里要取代原本有种族歧视争议的飞剑闪 身穿粉色公主装头戴皇冠 游客跟着迪安娜公主和鱷鱼路易斯 进到迪士尼电影《公主与青蛙》的异想世界中 这项新游乐设施是迪安娜河口探险之旅 高度落差达50公尺 是迪士尼最刺激的设施之一 预计28号将在美国佛州 奥兰多迪士尼乐园正式启用 新游乐设施将取代 已经有数十年历史的《飞剑山》 因为《飞剑山》是根据真人音乐剧 《南方之歌》来设计 这部电影在1946年上映 因为涉及对非裔的种族歧视 备受抨击 如今换成以黑人公主为主角的主题 符合当今的政治正确 另外在美国加州则有一个全新的史努比桥 随着天桥上小孩们开心的喊叫声 蓝色布姆拉下 地下是史努比和查理布朗的插图 桥上的这12幅画作 都有作者的亲笔签名 先前这座桥落成后 一直被破坏或涂鸦 甚至出现弹孔 当地政府修复后重新开幕 未来将成为史努比迷新的朝圣地 好 我们先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在手机前面的话 赶快对于TVBS频道按下订阅 如果你是在电视机前面 收看的观众朋友的话 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 在线上我们都可以一起留言互动 一起聊天 同时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 到时候也会有神秘小礼物送给大家 好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刚刚有观众朋友说非常喜欢狐哥 也就是大陆的影星 他今天来到了台湾 当然他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而他就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 来台出席与青年对谈 在这之前他还逛了一下松烟文创园区 被问到想不想念台湾的粉丝 胡哥他说自己讲话都已经有台湾口音 第一次来的时候待的时间 那个时候待的差不多 有一个半月了 这是只能来一天 不可惜 不可惜 时间虽然短 但我相信一定是不需此情 笑得很开心 胡哥的出现 让整个松山文创园区挤满人潮 受邀在这里做影视交流 慧前也先在周边走走逛逛 之前去过台湾啊 台湾的人也蛮有趣的 台湾的人也蛮有趣的 我们要退下大股 你不觉得我呢 所有台湾口音吗 就想要带着我们跟小孩 一起来台湾吗 肯定的 讲到小孩笑到眼睛眯起来 这次难得好兴致 听着旁边的人介绍也井井有味 更是有粉丝也闻声而来 喜欢胡哥 如果的锁电荧幕也是他 很久很久我从国小开始就很喜欢他 而这次胡哥在台湾待不到24小时 跟50位新锐导演对谈 有台湾学生还有来台求学的陆生 甚至在会谈当中还当众表态 我要在这个双层论坛的 有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我也要表一个态 跟这个台湾的年轻的创作表个态 我是一个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员 如果大家有好的剧本好的项目 一定要记得找我 专注在创作表演上 或许就是胡哥能够每部戏都走红的秘诀 粉丝更期待能够在与台湾演员好友 多多合作 推出更多好的作品 TVH新聞周玉峰 陈寅人 洪怡婷 林瑞文 雷斯小组 台北暢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喜欢吃生鱼片的观众朋友 要可以多注意这个新闻 连锁的鮪鱼专卖店也宣布降价了 而且最大的降幅超过了三成 像是黑鮪鱼赤身寿司降到了40元 生鱼片只要300元 另外像是在宜蘭的鬼头刀鱼也降价了 原本每公斤80元 现在只要40块钱 吃腹一刀一刀切下新鲜鮪鱼 再搭配白色醋饭 生鱼片寿司就完成了 不过现在想要吃可以少花一点钱 愛吃海鮮的民众有福了 现在知名的鮪鱼专卖店就宣布要降价 像是这个黑鮪鱼相关的寿司跟生鱼片 降幅最大是来到了百分之三十三 其中像是黑鮪赤身寿司 除了黑鮪鱼变便便宜 近期還有鬼頭刀鱼 現在吃正式時候 宜蘭漁民新鮮捕撈 價格比以前還要低 从原本每公斤八十元起 现在降到四十元左右 几乎少了一半 最近巧巧降价的 还有美式卖场的贝果面包 今年四月才涨到两百五十九元 现在又降到两百三十九元 有的业者降价 但也有不得不涨价的 连锁饮料店因應營运需求 冬瓜卖茶 冰萃柠檬 红茶拿鐵一杯涨五块钱 另外位于台北西门町 拉拉隊女神李多慧 愛吃的牛肉麵 原本百元 现在多十元 麻将面也多五元 还有知名的排骨饭餐厅 在端午节过购 鸡跟鱼类的便当 价格涨五元 炸鸡腿饭 一个要一百一十元 通通都是因应成本才调整的 不同业者各有不同的策略 对民众可得思考清楚再购买 TVBS新闻里 这有黄凯靳检大城 台北宜蘭常报道 好的确现在吃饭时间 很多人看到这个鲜甜的海鲜 都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接下来带大家看到的是 日本北海道 物美价廉的红颜雪蟹 其实过去呢 这个红颜雪蟹在北海道 不是非常受欢迎 但是因为现在四季盛产 而且又长得肥美 反而成了渔室跟韬客眼中 超棒的美食 清晨六点半 森廷的港口 有返航渔民正在分类渔获 活跳跳的红颜雪蟹 一蓝又一蓝 这在过去可是很罕见的景象 2022年当地海域 突然出现大量的红颜雪蟹 一开始因为体积小 价格便宜又容易破坏渔网 得不到渔民们的关爱 结果不到两年时间 情况有了转变 多次脱皮退壳的红颜雪蟹 超级肥美成了抢手渔获 鱼民最近开始捕捞牡丹虾 其中也混入不少红颜雪蟹 有时候光是雪蟹 一天就有10吨的量 相当惊人 在地老字号的寿司店 就端出独家升级版的奢华握寿司 寿司店老板自豪地表示 小时候就常吃到 现抓的新鲜螃蟹 直呼最优质的雪蟹 就在北海道这里 北海道茅蟹 平均一公斤六千到一万日圆 而红颜雪蟹 则是一公斤三千日圆左右 相对便宜 目前虽然还不到 招牌特产的程度 人气也有待努力 但雪蟹一年四季都有得抓 产量跟卖相都相当给力 可说是潜力无穷 TVBS新闻 徐启芳综合报道 巴黎奥运7月底就要登场了 现在奥运官方的即时品牌 他们也推出了新广告 把12名运动选手放大 跟巴黎非常有名的地标 做结合相当有创意 像我这样子整个人的size都变大 变得比两天人还要大 还可以在这旁边走来走去 不过像是这样子的概念 也被运用在今年 这个巴黎奥运的广告上面 把选手的size通通也变大 融入在巴黎的接近当中 奥运桌球金牌马龙 在大桥上跟对手对打 但不只可以把人变大 也能缩小 网球场融入在博物馆 名画作品里面 还有选手在铁栈栏上攀爬 奥运官方即时品牌 用灰鞋创意结合科技后制 在巴黎知名地标实地取景 由选手们在绿幕前面拍摄 透过装在手臂上的专用摄影机 将动作跟接警完美结合 另外一支广告则是跟精品赞助商合作 打造了奥运奖牌跟圣火专属的行李箱 担起手护掌牌跟火炬的重责大任 手拿火炬燃起圣火 全场传来欢呼 奥运火炬传地跨越了大西洋 埃菲尔铁塔也挂上了奥运五环的logo 代表开幕式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但是比赛都还没到来 却出了意外 作为马术跟现代武相比赛 在场地的凡尔赛宫 在十一号下午发生了火警 幸好迅速扑灭火势 不会影响到奥运比赛 TVBS新闻李箱永黄凯静 中午报道 平东小琉球好几个朝鲜蛋要收费了 预计每个人收费六十元 小琉球的三浦海边 一到夏天人潮爆满 不过下个月七二一号起 如果要到里头去玩 恐怕就要收费 有人肤浅有人细水 还有人自备涌圈 小小的朝鲜蛋挤进这么多人 让屏東县府日前公告 七月一号起 整个小琉球将有三个朝鲜蛋 要开始收取观光保育费 每人六十元 这个费用我是觉得还蛮认可 蛮赞成的 当然游客听到 他们都会问说 为什么还要多这一笔费用 那我们也都会详细跟客人说明 虽然不减小琉球的朝鲜蛋 还能看到各种鱼类跟海龟 甚至还有丰富的海胆及贝类 但由于小琉球现在 每年都涌入超过百万名游客 朝鲜蛋遭到严重踩踏 也让珊瑚的覆盖率受到挑战 因此人数最多的三幅朝鲜蛋 杜仔坪以及于成伟 每年就涌入约五万名游客 预估收费后将可增加三百万的预算 收费后除了希望以架质量控制人数 也可以增加保育经费 但可不是付费就能无限使用 其实每年的十二月 到隔年三月底是休养期 禁止任何人员进入 四月一号到六月中旬是繁殖期 晚间八点到隔天凌晨五点 同样不能进入 就算是全天候开放的六月中旬 到十一月底 夜间导览也只能限定使用红光 都是为了减少对海洋生态的破坏 毕竟使用者付费除了要加快海洋生态的复苏 更要帮助人类自己让环境能够永续经营 TVBS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代工大厂音乐达在今天举办股东会 他们的董事长认为未来营收有望达到上兆元 一谈到电显卡大厂技嘉 董事长叶培成在十二号股东会后 坦言很重要 随着己身挥达供应链后市值大增 不过外媒直言台湾缺电 不只为半导体业营运带来风险 恐怕还将冲击全球产业 而今年成功搭上AI巨浪的还有代工大厂音乐达 更传出获得Meta大单 十二号股东会登场 董事长叶立成首扛主持棒 提到全球经济过去一年 依旧处在下滑阶段 音乐达透过将产能移转 海外增建新厂的方式 避免美中贸易战的影响 包括墨西哥包括捷克到去年去年为止 我们已经在泰国开始 掌握这个土地来接受我们 自己的情况 易立成表示针对更高阶技术 进行研发和投资 期望提升毛利率 不断扩大产能规模之下 看好未来营收有望达到上兆 另外车用产线产能已备齐 2025年开始将大幅成长 对于AI伺服器后市展望 音乐达技嘉都释出乐观看法 预期将会有数年持续强劲的成长动能 提论的新闻众友人刘生 台北怎么到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所有自己的会员账号密码 现代人一击在手 工作 聊天 社交 网购 追剧 通通可以在手机上解决 但一打开网页 就要你登入账号密码 一直忘记密码 只是这么多的数字 你全都记得住吗 每一个都要一个密码 都会常忘记 不知道自己是用哪个方式登录 会用亲朋好友的生日 加上他们可能英文缩写之类的 我的密码不会太多组 但是都是用那几组去变形 就是可能大小写 或加标减符号 尽管现在手机有内建软体 会帮你记忆 一换手机麻烦就来了 3C达人教你这样记 或是有人会透过密码管理系统 其实依旧有风险 因为如果遭骇客锁定的话 个资就外泄了 你也不能保证说 骇客会不会去骇到 那一家APP的公司 因为现在骇客的技术非常好 iCloud都也被入侵过了 我就不相信 这个APP公司不会被骇客入侵 也就是说 我认为在密码 你保存在任何一个地方 记得每三个月到半年 你一定要登录进去 或甚至于自己去修改所有的密码 而你知道吗 密码管理使用平台统计过 台湾人最常使用的密码 第一名是VIP 第二名是123456 不过最近来个大洗牌了 排行榜第一名变成了ATEMY 第二名还是数字 第三名则是在数字前面加一个A 只是这些通常都是用在影音串流平台 他们都是用这种最简单的数字组合 因为这种简单密码 用暴力破解法 真的只需要花几秒钟时间 就像电影中看到的骇客一样 萤幕上列着一行又一行 看不是很懂的 一串英文数字串起来的乱码 资讯安全研究专家说 要破解密码 真的不需要太多技巧 像我们实测一下 随意设定一组密码 教授扮演骇客 能解答出正确答案吗 我们设的密码只有数字七码 果然不用几分钟 暴力破解软体立刻现行 最后就找出来了 真的吗 在哪里 在这边 因为他们在run的时候 那往往就是说 他必须要尝试说 今天你所输入的字 那他经过编码之后 他会是多少的结果 和你存在这个字典档里面 字一不一样 所以呢 他就会去做一些尝试 所以他尝试会先从比较短 那比较有可能发生的字 去做一些比对 所以越长的话 那他去把各种不同结果 跑出来的机会会越大 那所以在这上面来说 当然你尝 所以他在尝试 因为要做运算的过程里面 那就会花很久的时间 所以当然有可能会需要 百年以上的时间 是没有错的 其实这种方式 你看到这一串 没有逻辑的字码 就是你设定后 进到网页后台的密码 接着骇客得要设定 背景字库 如果你用的是 简单又常见的组合 然后又有个人资料 身份证或者是生日 八字元密码 不用三十秒 就能倒走你账号 甚至有资安公司实测 如果用现金很夯的 挥达GPU 提供给AI绘图的 面对数字 大小写字母 符号 就只需要五十九分钟 虽然得要费点功夫 但速度已经很快了 只是大家也别担心 这得要你个资的背景值 才办得到 想不被破解 就是密码 不要设得太简单 TVBS新闻 这是微信轮台北采访报导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中文字幕提供